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已经我的音乐可能已经走出国门 然后让全世界的歌迷朋友们会听到和喜欢 是的 我觉得2035年的中国会越来越好 然后越来越强盛 更加的繁荣昌盛 那咱们民族的东西可能都已经走上了世界的舞台 让更多国家跟更多世界的人民能够看到咱们中国的东西 然后完成了很多提出的目标跟想法 所以我还蛮期待2035年中国的模样 所以在这里呢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畅想你的2035年 我在2015年参加湖南审考成为了一名公职人员 现在已经工作第三个年头了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觉得有过困难 有过艰难险阻 但是总体来说是让我收获非常大的 因为在不断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多的成绩 然后自己收获满满 在去年的10月份收听了我们的党的十九大的报告 我觉得内心是充满了干劲 备受鼓舞的 特别是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了2035这样一个年份 2035我们是要基本实现社会主要现代化 在这样一个年份中 我觉得是我们继续奋斗拼搏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不断努力的一个过程 也许途中会有艰难险阻 但是我坚信我自己的2035 我的未来 和我们祖国 我们社会的2035 一定是光明的 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今天我是在高铁南站 我觉得就像我们中国的高铁一样 中国制造嘛 就像我们古代的骏马一样 梯极而不稳 我们高铁也是走得稳 走得快 走得越来越好 我们的祖国 我自己 我们的社会永远越来越好 大家好 我目前是一名法学专业的大三学生 这是我的2017年 然后在2018年 我即将迎来我考研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完成我想要的梦想 然后今天呢 我刚刚从大理游遍回来 在那里我看到了尔海的改变 也看到了大理古城的风貌 我想在2035年 我希望我国的法治建设变得更加健全 然后我希望2035年的我也能在我想要去的地方 或者我想要的生活 我是长沙高铁栏站一名客运员 今年23岁 离2035年还有17个年头 那时我已经40岁了 那时候的我应该家庭圆满 事业有成 孩子应该打酱油了 有一个温柔 善解人意的妻子 那时候的我一定和现在一样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跟着党走 我是一名舞蹈艺考生 然后今天刚刚参加完考试 然后希望出成绩的时候能有好成绩 希望17年后的我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老师 然后每天都生活得开心 健康 我是一名刚入职场的设计师 2017年是我工作的第一个年头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在工作中渐渐有了目标和方向 在新的一年 我决定开始我的北漂 2018年对我来说可能是艰难的一年 但是我依然充满期待 17年后的2035年 在工作中 我希望我已经有一些出色的作品和满意的成就 在家庭中 那时的我应该是一名母亲和妻子的身份 希望我的家庭幸福和睦 2035年 我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 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微博参与话题我的2035 at共青湖南 既有机会获得小雷公仔一个 快来和张艺兴一起畅想我的2035吧